江苏做妖女出嫁必须 让男方的30万做婚礼策划 还必须摆66桌婚宴请客人 并且婚内要求男生全包家务 更过分的是要让男人父母蹦极录视频 给他庆祝也不想想 老人家的心脏能不能受的了 就这样的女孩真的值得娶回家吗 那个离婚律师嘛 就姚琛演的那个 他非要跟我欠什么条件 就是结婚以后 所有家伙都得我来干 就不管我多忙都得我来做 然后还有第二条 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干点家伙活怎么了 我这个要求过分嘛 男朋友不是在家里干家伙的 六桌能不能改桌 不能 找一个很著名的那种 这种策划公司嘛 大概是30万就全部 只是布置策划 对 只是布置策划 就要30万 然后我爸妈当时就不同意了 这就跟我妈在那急 当时我爸妈面说 就你们家想不想结婚了 二三十万就出不起 这么抠 漂亮的女人就真的天生 就有优越感了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涛 今年23岁 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 女主人公小琪也是23岁 是一名淘宝店主 两人都是来自江苏 是通过朋友的生日聚会认识的 认识的时候 女孩是有男朋友的 因为男朋友劈腿了 所以就分手了 但男生小涛 一直陪着小琪走出了这段阴影 还对女孩特别的好 于是两人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 并在不久前订婚了 本以为两人订婚后 就能幸福的步入婚姻生活 没想到女友小琪简直太多了 男生受不了想要分手 而亲朋好友都知道他们的订婚 女孩非常不愿意分手 于是才找到节目组 让嘉宾老师给提提解决方法 男生说到女孩的种种作妖行为 因为女孩要保持身材 天天都是吃菜叶子 过分的是必须拉着男生一起吃 就算朋友要求男友去撸串 也不准男生去 还把自己当作公主 出门涂好几层的粉 必须带伞 必须一点太阳都不能晒 一个女人晒一条马路那么点路的太阳 都非常不情愿 还必须要让男生回家拿伞 这是有多么的作案 除了这些 还必须要让男友陪她去练瑜伽 瑜伽房几十个女的 就只有她一个男人 更过分的是 每天强迫男生 举雅铃200个 扶握成200个 女人自己要瘦身 也要拉着男生做陪衬 赵川更是让男生现场 就做二十个俯卧生 还别说锻炼的还挺好 做完后脸部红气不喘的 就算每天工作 回来男友觉得很累 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并且还要承包家务 赵川主持人扬言说道 目前为止这些算是小事情 还能接受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半 桌子是 我希望能请66桌人 因为咱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喜欢 6呀他呀这样的数字 我就觉得66他这个数字特别好 象征着我们俩婚后的生活 能够幸福顺着66桌 那我们家总共才多少人啊 总共也才二三十桌 你让我去哪 测这66桌人啊 这个挺蛮的 66桌 660人 你微信好友什么的 都给他发问问看 不是亲朋好友 只是有个微信 能请人家来喝喜酒吗 而且66桌相当于660人了 女友扬言不要人家带分子钱来 只要来见证婚礼就行了 66桌按照女孩的苛刻要求 算2000块一桌 也得十几万才能百66桌呀 这笔费用还必须南方家里出 不用带钱过来 来吃这顿饭就成了 不是那这个饭钱谁出啊 他们家出 你不出点 我们家已经出了我的嫁妆了 怎么还出饭钱呢 这个经济上有压力吗 很有压力 你看有压力啊 未来日子不是还得你们过吗 而女孩小琪并不是到这里 就结束了她的作药 不仅仅婚礼桌数要听她的 并且婚礼主题和婚礼策划这边 也是挑三减四便宜点的完全看不上 刚开始就说要说给索以宾客 就是来的660人 都穿一个蓝色的游泳服 然后相互当于去水下潜水一样 拍一个视频照片 那样才是最美的 有什么样的水池能容得下660人 连赵川都开始看不下去了 高级酒店能C 660个人同时在池子里 吃饭的时候给他拼个66桌 然后下水的时候 就亲朋好友这么来一下就成了 中式复古的 我像一个格格一样 他像我的驸马一样 然后我穿个格格的衣服 然后戴个格格的头套 你那衣服得多渗人啊 我那个怎么渗人了 他就到时候骑个马 然后后面跟个八台大叫 到我们家来接我 然后他妈也不同意 他妈也说这古灵精怪的 怎么地怎么地 别说我妈不同意了 真把自己当作公主格格了 虽说结婚是女人最重要的大事 但也要适可而止 照顾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意愿 可女孩的作妖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一幕 连嘉宾老师都大喊救命了 结个婚还要求公公婆婆和男友去蹦个急 这算是要了半条命了 试问多少年轻人都不敢去蹦急 50多岁的父母能受得了这种高空刺激吗 要是你们的未来儿媳这样做要 让你们这样做你们能接受吗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看法 除了这些要求之外 女孩对男生管控也是特别的严格 每天晚上回家必须检查手机 也没有异性聊天暧昧的问题 可能是前男友劈腿造成他神经质的性格吧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娶这种女孩回家会幸福吗 可接下来女孩的无理要求 简直让人不敢苟同 全场一片哗然 一个女人还没结婚就要婚后的保障了 家务活必须男生一个人全包 自己不开心心情不好 必须让丈夫十分钟之内出现在他面前 安慰他宠爱他 全程下来没有看到女孩 半点为男生付出的行动和态度 全部都是索取 一段婚姻不应该是相互 依靠和相互鼓励互相扶持的嘛 就这样的一个女人 只是一个漂亮的花瓶 真的适合过日子吗 可过分发要求远不止如此 接下来的一幕彻底让人刷下了三观了 66桌能不能改桌 不能 他在网上找了一个很著名的那种 这种策划公司嘛 大概是30万就全部 只是布置和策划 对对只是布置策划 就要30万 然后我爸妈当时就不同意了 他就跟我妈在那结 当时我爸妈面说 就你们家想不想结婚了 二三十万就出不起啊 是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这么抠 就策划一个婚礼就要花掉30万了 加上酒集和杂七杂八的 结个婚要50万以上了 这还不包括彩礼和婚房呢 男方家里彩礼也给了十多万 还花了140万买了婚房 而女孩家里的嫁妆只是一辆车 男生家里这些都认了 140万加50万加18万 彩礼加上三斤这些 结果婚下来不低于200万了 就算跟女孩商量不要请66桌 也不要花30万去策划这些 就直接省掉了几十万 留着以后好好过日子不香了 可女孩却以只结一次婚为由 不同意男方家里的建议 这样的婚礼真的太闹心了 连赵川都觉得这女孩太做了 娶回家也得当祖宗供着 那这段感情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赵川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给到建议了 只好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用他当年结婚的例子来说明 他的老婆一定要让他办一个演唱会婚礼 黄国伦老师刚开始也是非常不愿意的 但最终还是选择听从老婆的建议 婚礼当天黄国伦也是很幸福 虽然累一点 但赵川说到了重要的一点 经济能力黄国伦老师是有 这个能力才能开演唱会婚礼的 接下来黄国伦老师说出了 妻子这样做的真相 让全场都感动不已 认为婚礼有两种办法 一种叫做豪奢的婚礼 一种叫精致的婚礼 豪奢的婚礼是用钱扎的 精致的婚礼是用心办 我认为女方 我觉得基于你们的经济能力 我不建议你们办一个什么66桌 要去凑什么这个吉祥的数字 吉祥数字都是假的 我觉得两个人相害才是真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以为我老婆真的是要为难我 不是 她说老公 我办演唱会婚礼不是为了我的梦幻要求 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你的音乐 因为你是一个音乐人 我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老公很会唱歌 本以为黄国伦老师妻子是只为自己考虑 没想到处处都在为黄国伦老师宣传她的魅力 再看看眼前这个妻子 为了所谓的66桌和30万策划 完全是砸钱进去买面子 两个相爱的人是不需要虚伪的行事的 接着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幸福是对方主动的给 不是自己野蛮的样 如果他今天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 但是愁眉不展 你会高兴吗 开了六桌 但整个结婚一天下来是阴沉着一张脸 父母确实是蹦了急 说着你嫁给我儿子吧 但不是心甘情愿喊出来的 你觉得你能高兴吗 你说逼着别人说赞美我 你说我很好 我是个好妻子 你觉得有劲吗 一个人的身价是别人主动给你的 不是自己要的 把父母的血汗钱全都压榨出来 才算完美的婚礼吗 要是南方家里连婚房都不拿出来 那这个婚还也不要结了呢 涂雷老师说到他当年主持的一个婚礼 我曾经主持一个婚礼 高朋满座 放了N个VCR 全都是些明星 祝福某某某跟某某某结婚 自己花钱买的嘛 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钱全是父母花的 你觉得有劲吗 而且他们亲口在我们面前说 我属生吗 你是否愿意嫁给他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娶他 我愿意 事实上证明他们俩都骗了我 前面很盛大的婚礼 两个人口口声声说深爱着对方 可没过两年还是以离婚结束 后者虽然是很小的婚礼场面 从头到尾都是两人亲力亲为 这段感情十多年了还恩爱如初 所以真的的婚姻幸福 不是见证出来的 而是自己过出来的 两人相如一抹 相亲相爱才是最最重要的 还有不管是汽车还是婚房 或者是自己想要任何形式主题的婚礼 是通过自己努力一点点赚出来的 那就无可厚非 靠父母给的就算在大的婚礼场面 也没有人家亲力亲为那样的爱 来得更幸福 女孩如果继续这样折腾 左腰下去 迟早有一天男生肯定会受不了离开的 最后女孩也听了嘉宾老师的话 不要66桌也不要30万的策划了 他只希望男友不要离开他 最后打开门男生也走了 出来愿意再给女孩一个机会 希望他不要这么做了 如果是你家让你娶一个这样的女人 你会做何感想呢 大家可以把你的见解发表在评论区讨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